- 。 Hi everyone,我是快樂大學的HAPPINESS 院復讀的熊仁謙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主題是 遠離負面你就會比較快樂嗎? 前陣子是過年嘛 然後每一次過年的時候我就會看到很多的朋友 在寫新年新希望 然後新年新希望大概就是我希望我的新年可以多一點正面的人生 我希望負面的人從我生命中消失 我希望負面的人不要再打擾我等等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遠離負面 我們才不會被他們影響 或者說如果我希望我的人生變得更快樂 我必須遠離負面的人事物 愛抱怨的人 愛在那邊發一些好像很慘的事件的一些 在這個臉書上面發自己很慘的事件的一些朋友 我們必須取消追蹤他們 甚至於離他們遠一點我們才會變得比較正面 我們都會認為自己的快樂來自於遠離負面 這是一個很容易出現的一個陷阱思維 討論這個陷阱思維之前我先聊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比如說在某些時候 你會看到身邊的每一個朋友都在出國 你的某個朋友可能去韓國玩 你的某個朋友可能去泰國玩 好像大家在這段時間全部人都在出國 大家好像都過得很快活 但就只有你一個人 待在辦公室必須把你的工作做完 這個時候你會莫名的感到 天哪大家都在玩我怎麼還在這裡 我根本就是一個魯蛇 我根本就是一個廢物 是吧 你會感到一種強烈的不安感 或者用專業的術語來說叫做存在感下跌 但你一定有認識另外一些人 我有一些朋友就是這樣子 他們是非常就是典型的工作狂 他們熱愛他們的工作 所以就算他看到身邊的朋友出去玩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會覺得他哪裡不開心 他反而覺得他們好可憐 他們在浪費時間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在這兩個個案裡面 他們看到的事情是一樣的 但是雙方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結論與解讀 也就是說我們的狀態會影響我們如何解讀事情 而一般人來說 我們在接觸正面的事情的時候 不一定會讓我們變得比較好 我們以為我們躲避了負面的事件 然後不停的只跟正面的人做朋友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反而導致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由於你只跟正面的人做朋友 跟看起來過得很好的人做朋友 導致於你一直看到他們光鮮亮麗的地方 你看到他們過得很開心的地方 導致你的存在感下跌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焦慮 你看到身邊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朋友好像都很正面 好像都很陽光 好像都很開心 但你不是 這個時候你會有一種 那我到底在幹嘛的感覺 可是呢 在剛剛我講的例子裡面 第二個狀況是什麼 第二個狀況是這個當事人 他就算是遇到身邊的每一個朋友 都在出去玩的時候 由於他自己有他所熱愛的東西 由於他自己有他所堅持的東西 所以他一點都不覺得羨慕 他也不覺得存在感下跌 他過得很快樂 關鍵的點就在於 到底一個人他過得快不快樂 他會不會受人家影響 完全不是因為 他離開負面多一點 他就變得快樂一點 當一個人很容易受人影響的時候 就算他不接觸負面的人事物 他只接觸正面的人事物 這些正面的人事物 反而會讓他感到焦慮 讓他產生了這種比較的心態 這就是一個人自我空虛的時候 才會出現這樣子的表現 而找到自己人生熱愛的事情 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標的人 他不論是看到負面的人事物 或者是看到正面的人事物 他的結論都是這與我無關 因為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到真正的快樂 或者說你希望自己 不要這麼容易受負面的人事物影響的話 很重要的一個點 是你要先找到自己熱愛的事情 如果你僅僅是逃避負面的人事物 或者是不願意面對負面的人事物的話 第一個 他只會讓你更加暗示自己 我沒有能力去抵抗這種負面 第二個 你只看向正面 可是這些正面會加強你的這種焦慮感 這樣子 不論你看的是負面 還是看的是正面 你都不會得到快樂 你都會更加的焦慮 而只有你真正找到你自己熱愛的事情 你想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才不會受到不論是負面的影響 或者是正面所帶來的焦慮感 你才有辦法堅持自己的價值 堅持自己所喜歡的東西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 的 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最後你按了鈴鐺之後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在這裡呢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